今天因為這張照片 而引發市場上面的轟動 就是這台車 大家很關心啊 鴻海MIH平台 其實照理來講 10月18號才會公布他們的電動車 不管是外型還是內裝的部分 整體來說是10月18號 可是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哪個網友 怎麼樣的厲害 掌握到獨家消息 在網路上面就PO出了這張照片 引發市場上面的轟動 原來這就是鴻海、玉龍 他們合資要共同來做的 這個台製電動車 而且聽說連生產基地 都已經掌握到了是在歐洲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不管是玉龍 不管是鴻海、鴻家軍 只要跟電動車相關的股票呢 完全就是逆勢上漲 剛剛聊天室裡面有元寶說 之前有在問你們玉龍 小畢沒有看到沒有回 真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來補充說明一下 我想今天這個帶量上漲 對很多的個股來講 可能他只是一個起手勢 不會是一個終點嗎 所以現在來看 凱哥還來得及吧 我覺得是來得及的 因為其實早上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有去問說 我們之前在鴻海 有拜訪過的一些高層 他跟我說這不是刻意操作 這是真的不小心 不知道誰拍到 然後就流出來了 其實他們也很意外 我還想說這麼懂操作 哈哈哈 真的 但是其實就這個來講 我們看到這個照片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說這個車型 是真的做的蠻好看的 說不定接下來會是Tesla最大的對手 也說不定 對 那這一波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鴻海做MH大平台 已經不是新聞了 他從去年年底 其實很積極的在操作這個部分 那我相信也是因為如此 所以造成這個鴻海的股價 其實慢慢的也是有一波水漲船高 而且他突破原有的僵局 其實原本的鴻海 其實大家對他的定位就是代工產業 那代工產業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只會給予通常是8倍到10倍 所以頂多12倍左右的一個本益比 那搭配說他長年 都是8塊錢左右的一個EPS 因此他的股價 其實要超越100塊都沒有這麼的容易 可是他跨足到電動車這個領域之後 不一樣了 這是一個高毛利的產業 所以說其實目前的法人比較願意給予他 比較高平價的一個本益比 甚至可以來到15倍至20倍 所以其實接下來我相信 光是在鴻海的部分 第一個鴻海這種股票 你就像買聯電台積電一樣 賣了不會擔心 放著也安心 也可以當作是女兒的嫁妝 兒子的聘禮 所以在這個部分 其實至少你買的安心 而且其實在100出頭的這個價位 其實坦白講並不算貴 那如果說搭配我們剛剛所講到 15倍到20倍本益比的這個概念的話 其實他只要每年能夠維持8塊錢的 一個獲利 那其實大約我們就可以預期股價 大約可以達到120元到160元左右的一個水準 那再加上說其實他除了獲利穩定之外 其實他的配息也相當穩定 每年大約就是4塊錢 4塊啊 或者是4塊2 4塊5 大概就是這個水準 那其實我們簡單換算一下的話 直利率大概也有3.5到4個百分點左右 其實還算不差 那目前走入到一個所謂控股公司的一個形態 那控股公司其實是優點也是缺點 優點就是呢 其實他等於直接告訴你 他的獲利其實是相對穩定的 因為他不是由他本身 本業的一個獲利 比較不容易受到景氣的影響 他是說 我下面子公司的一個獲利 來溢住母公司的一個營收 那可是呢 缺點就是在於說 他比較不容易出現爆炸性的成長 因此他的股價相對穩定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純股族的話 你想要的也就是這種 相對穩定的一個概念 那直利率也不算低 所以我覺得說 以鴻海來說 你要用一個 比較長線持股的眼光來看待他 那就是可以切入的 就鴻海集團每當去炒作到電動車 這個題材的時候 5243以勝 這個都是逃不掉的 因為以勝現在已經正式 切入到所謂這個 Tesla以及B&W的供應鏈 那他第一季有因為電動車 這個部分的這個廠商在做改款 所以影響到他的出貨 可是他的第二季 已經開始做一個出貨的增溫 加上目前北美的部分 供貨是非常穩定 上海廠已經開始小量的供貨 那目前即將改款的是Model S 還有Model X的部分 就是Tesla的產品 那有機會去受賄他的這個改款的交車 那接下來呢 其實市場也預估 他會是這個 鴻海擴大電動車布局的 最主要受賄者 以勝上半年的獲利來到1.46元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營收的高峰 獲利的高峰是在2014年3.01元 那換句話說 今年至少有機會維持高檔 甚至創下歷史的新高 所以我覺得以勝 這是電動車很純很純的一檔受賄 這是可以來做一個留意的 那今天比較強的 還有2328的廣宇 這個是所謂的限速廠商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 其實廣宇在第二季的這個毛利率 已經來到11.7個百分點 他是寫下近9年來同期的一個新高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陸陸續續的 將他的產品 把車用的占比持續性來做一個提升 因為我們知道車用產品 他的毛利率就比較高 那第三季 他會繼續去拉升這個產品的一個比重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預期 第三季第四季他的毛利還有機會 再往上來做一個挑戰 所以廣宇的部分 那股性比較溫和一點點 那適合比較保守一點的投資人 也是可以再做一個注意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3149的政達 他是做這個3D玻璃的部分 不論是車殼 或者是儀表板的運用都有切入 那同樣的 他也打入到BMW跟TESDA的供應鏈 那最主要呢 他這個題材是說 他可以用來取代傳統的一些塑膠 或者其實我們以前會常常會用一些 回收的材料 那回收的材料 其實他有一個缺點 他只要遇到高溫曝曬 他很容易變形 所以你會發現有時候這個前面大家 車子的前方 他會擺個閉光電 因為有些地方都不耐久曬 一曬他就有一個這個形狀出來 甚至有時候會有一些手的紋路在上面 非常不好看 那目前呢 有機會來全面用這個玻璃車殼 就是說用 正達的這個玻璃材料 來去取代中控儀表板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看起來也會比較高質感 那在第二季的部分 他已經轉虧為盈了0.02元 所以他是屬於這個轉機股的部分 不過上半年仍然是處於虧損的狀態 這邊要提醒各位做一個留意 那紅準的部分 2354的紅準 那當然他也是這個 鴻海集團當中的基優股 而基優股就是顧名思義 他不會有太激情的一個表現 那今天拉出一根長紅K棒 那紅準最主要的題材是在於說 他具備電動車還有iPhone 這樣子雙題材雙引擎的一個表現 目前就我們的技術線型看起來的話 他打出這個W底 而且今天是帶量上攻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覺得後續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下 不過這邊我跟各位有分享到 他股性仍然是比較溫和 比較保守一些些 所以說你可能獲利的幅度不會到太大 有賺就要跑 那再來我們看回頭 到看這個紅海集團之外 當然在這一波 紅海有一個最主要的合作廠商 就是2201的育龍 好那育龍呢 其實在今年度也繳出一個 非常不錯的成績單 上半年的EPS來到2.35元 那近年來 我們講說近年來 他已經很久沒有繳出這樣的成績單的 如果我們往前再推久一點點的話 他大概是2003年到2005年 他有一波獲利的高峰 大概每年都可以賺到4塊多 可是其實我們要留意到一個部分 當時可以賺4塊多 他的股本是在140億左右 那如果說講到玉龍 我相信有一個很代表性的人物 大家應該都還沒有忘記 就是我們的這個顏凱泰 顏董事長 那已經往生了 好 那其實當初他是從這個1995年 就做了一個遷都三億的決定 等於說把整個玉龍集團 cost down下來 那在1996年推出了第一代的Safiro 正式開啟的國產車 跨足百萬等級領域的這個一個年代 好 那 玉龍也是從那一年開始轉虧為盈的 那其實他是一個劃時代的一個 算是領航家 一個實業家 可是我們常說 這個顏董事長 一代企業家的允諾 會不會造成 玉龍跟隨之所謂這個蕭條 其實是沒有的 其實我們在這個遺孫 顏承麗 顏承麗蓮女士 其實我本人是相當的佩服 因為我覺得他非常厲害 唯母則強 其實他一肩 扛下這個玉龍集團 而且他其實在這兩年大刀闊斧 去進行了很多的改革 尤其在改善獲利結構的部分 他下了非常多的苦工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在2003年到2005年 玉龍的 每股的EPS達到4塊多 當時的股本大概是在140億上下 到這兩年 他把它降到100億左右 其實整整 調降下來非常多 瘦身非常多 可是也是因為有這樣的動作 造成今年度的獲利 能夠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在過去 其實我們知道說 投資圈的法人 對於玉龍不會給予到太正面的評價 可是其實就這幾個月來 他們給予玉龍的評價 是相當相當正面的 那玉龍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長期來說 股價仍然是處於一個 非常穩定的一個格局 所以我覺得就長線投資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會給玉龍跟鴻海 給予一樣的評價 有的時候 就奮發突強的放牛班學生 這個爆發性 可能會比原本就已經會考上名校 只是看他是伯克萊 還是看他是哈佛 看他是哪一個名校 這個期待跟關愛的衍生的那種 吸引你眼球的力道 就會有所落差囉 所以難道我們現在選股 是要往放牛班 來去賣進嗎 凱哥 是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朝放牛班 來做一些多一點的關愛 因為其實這邊我提供給大家一個選股新的思維 那可能會顛覆你的想像 因為其實大家以前都說 我要找基友股 那其實基友股 在進入到第四季之後 我認為會越來越 不這麼的吃香 那要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去 想一個這個時間的軌跡 其實在去年的第一季 疫情爆發了 到第二季的時候 其實各大產業幾乎是全部受害 那到第三季 大家慢慢的做一個趨緩 站穩腳跟 到第四季 業績才開始爆發出來 那當然我們知道 今年的第一季跟第二季 其實又創下這個歷年來 半年爆的一個新高 又破紀錄了 所以說 從第四季開始 一路到今年的上半年 都是屬於這個財報 獲利的一個高峰期 好 那財報的高峰期 也就正意味著 未來你要繼續成長 相對有難度 是相對有難度的 大同我們知道說 其實這個公司派跟市場派的 爭端已經結束了 目前就由市場派全面入主 那麼新的一任董事長 盧鳴光盧董事長 他也算是 市場派跟公司派妥協過後 的一個領導性人物 那我們知道說 盧鳴光董事長 在過去素有 整頓王併購王 這樣的一個美名 因此其實也有人說 他是有機會 挽救於 挽救這家大企業 於一生的救星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對於 他的能力 當然是無庸置疑 因為過去他有太多 豐功偉業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在他的帶領之下 上半年的大同已經轉虧為盈了 那轉虧為盈 這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因為過去大同 屬於一家 賺錢是好運 賠錢是應該 這樣子一家公司 所以說 其實今年上半年已經轉虧為盈 那目前 他也在做很多的 這個結構性的一個調整 我相信未來大同 會走出一條越來越好的道路 因此大同這檔股票 我覺得後續 其實都可以來做一個 比較中長線的期待 那麼同樣在大同集團 我們可以看到另外兩檔 首先第一檔是2331的菁英 那菁英原本是製作主機板的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一檔股票 他的主機板市占的規模 在國內 僅次於華碩跟技嘉 他是第三名 可是他在近年來 他也陸陸續續的去提升 所謂非電腦營收的比重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電動車 剛好跨足到現在最夯的題材 還有電動車的IC設備 跟後台雲端管理系統 這個部分 包含這個充電樁儲能系統 他都有涉入 所以說在京英這檔股票 同樣是大同集團 上半年 負0.22元的EPS 上半年是虧錢的 所以他有具備轉機的特質 下半年只要能夠由負轉正 我相信他的股價也有機會起死回生 我們再看到最後一檔 威風電子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邊具備非常非常多的優勢 不論是在毛利率 營益率 甚至是在修正過後的 存益率的部分 其實他都緊追在翔碩之後 可是現在的股價 卻僅有翔碩的四分之一 都不到 而且各位不要忘記了 就股本來說 威風電子是最小的 所以說他的股性 也是最靈活 最活潑的 還有他的背後的大老闆 是我們的王雪洪 王董市長 那我相信這個股王製造機 我已經不用再多做說明了 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四檔股票當中 威風電子會是最具潛力的一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到 這個3092的紅碩了 那紅碩的主要是這個線材 連接器的部分 那同樣 上半年他的這個獲利 0.32元 有一點點的差強人意 那他目前最主要的題材呢 是在所謂的這個遊戲機 任天堂的部分 還有一個最大最大的題材 就是這個車用的充電裝 那其實目前呢 在四月份的時候 董市長已經有出來說 他們有切入到Tesla的供應鏈了 那我們知道Tesla 其實他在前期的這個驗證 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一旦你的規格 你的良率都確定好 OK 順利出貨之後呢 其實後續的這個 營收跟這個獲利進來 就會非常非常快速 那目前 紅碩已經進入到這個階段 因此我相信他在90 11 12 這四個月的營收跟獲利 能夠去做一個快速的提升 也是一檔非常不錯的 這個放牛班潛力 那在最後一檔 我們來看到2314的台陽了 好 那台陽呢 其實他也是鴻海集團的股票 那目前他最主要的題材呢 不是在於電動車 是在於SpaceX 這個新電計畫 那我們知道說他在去年 其實也是虧錢 去年0.42元 今年上半年虧更多 0.84元 可是呢 就這個我們的一個產業的了解 其實他在今年度 為什麼股價能夠一直一直的 去做一個走強 因為他目前的這個出貨狀況 非常的順暢 只是說他還沒有完完全全 將營收跟獲利表現出來 可是我相信這個台陽 也是具備轉機性的一個題材 未來都可以來持續做一個留意 好多國際的航商 他們居然要開始動漲運價 大家就想說完蛋了 景氣循環股面板 之前就是因為運價開始滑落嘛 萬一這個貨櫃也好 或者是一些運價的部分 也是動漲的話 對於這些航運股 對於貨櫃三雄來講 到底是喜是悲呢 凱哥 好的 因為時間剩下最後一點點 我們簡單的把這個結局給倒出來 其實這個動漲大家覺得說是一個利空 因為表示說運價不會在無限上缸的往上漲 可是我覺得以利多來做一個解讀 因為這邊一方面 缺港 塞港缺櫃的部分仍然是 沒有緩解的 甚至在明年上半年 都是沒有解的一個狀況 可是這個時候去做一個動漲 第一個 我要保留現有的客戶 第二個 其實很多人會因為價格無限上缸 一直上漲 所以已經超過我的毛利 我就乾脆不運了 其實這無形的 會有可能讓P上升 Q下降 也就是價格上升 但數量下降 其實總體來說 無法去達到一個均衡 因此我覺得說這個動漲 是一個賽局理論的運用 其實對於航運股這個族群來講 反而是利多 哇 居然是一個利多的結論 那我們在最後加碼一分鐘好了 比方說我們就以貨櫃三雄來看 我們知道今天算 苦撐啦 也就是小小的上漲 那如果以航運類股來看的話 其實今天都算是 收在平盤之上 還蠻不容易的 對於這樣子 如果是利多的解讀的話 對於這些套牢的散戶們 現在到底應該是要給他 更多的時間 來去換取他股價的空間 還是應該要換股呢 好的 因為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你不急著的話 那或者你套的很深的話 我認為航運股 跟面板股畢竟不一樣 因為他是有一個實質利多 跟基本面 能夠去做一個發酵的 只是現階段籌碼真的太亂 所以說他必須以盤待變 目前他在做的一個動作 叫做手底 底部先手穩了 未來才有機會再圖表現 但是的確需要一點耐心 跟大家做分享 OK 也就是看啦 比方說我跟A跟B 他們都有航運股的話 就看誰先忍受不了 然後把航運股砍出 這個籌碼 散戶都逃出去了之後 我細鵬下蹲久了就是你的 大概現在航運股的走勢 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看誰耐力能夠守到最後 這個感覺是目前航運股 唯一的一個解方啊 также未來 too 10 Hot Wheels 9 Hot Wheels 9 Hot Wheels 9 Hot Wheels